夫妻 妻妻刚刚不好了 好好说话 这是怎么了 皇上 皇上家崩了 皇上 王爷呢 王爷见到消息 进宫了 贵 一叩首 二叩首 三叩首 七 贵 一叩首 二叩首 三叩首 七 贵 一叩首 一叩首 二叩首 三叩首 二叩首 毛子 六叩首 三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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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叩首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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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您怎么就走了呢 您不让我欠你一命 丧仪我都不能去 皇上 您丢下我了 我才是您唯一的皇后 您丧仪都不让我去 皇上 娘娘 娘娘别难过了 娘娘 娘娘 先帝驾崩 奴婢倒认为 您从这儿出去的唯一机会来了 礼质所在 皇上登基应当遵 景仁宫为母后皇太后 什么 景仁宫乃皇上的嫡母 理应尊为母后皇太后 西贵妃是皇上的生母 可封为圣母皇太后 祖宗的规矩历代如此 两宫并立也是应当的 皇上 丧仪毙 东西六宫都要由皇上的嫔妃入住 那景仁宫仍住着大型皇帝的皇后 实在是不合情理 可皇阿玛曾说过 与景仁宫再不相见 所以说大型皇帝的丧仪 景仁宫可以不出现 但是先帝毕竟不曾废后 丧仪一了还是要正名分的 皇上 正敌数明尊卑方可治天下 臣妾考虑看看 那臣等先告退 臣妾给皇上请安 你来了 这两日在丧仪上 看皇上唇甘气躁 眼睛里也是红红的 所以臣妾给皇上 煮了一碗杏仁鹿 润润肺 过来吧 坐 皇上 朕叫你坐你就坐 好喝 上次啊 咱们两个这么静静地说话 还是在府里呢 如今啊 却时过境迁了 是啊 那时候怎会知道 大型皇帝骤然崩事 皇上现在也是身负千斤重担 这皇阿玛的丧仪啊 还有朝政之事都还好 只是眼下有个难题 朕不知该如何 何事啊 朝城中有人提议 将你姑母放出锦云宫 尊封母后皇太后 这么多年了 你也希望你姑母出来吧 臣妾自然是希望 姑母可以结了庆祝 安享晚年 臣妾也可以尽一份孝心 但是 下令庆祝姑母的是先帝 尊封母后皇太后 又是国师 臣妾 也不便说什么吧 朕也是想着 皇阿玛生前说过 与景仁公死生不复相见 所以朕的心里啊 很势难为 可朕又想 要是放你姑母出来 恢复了尊容 你的背后 也可有个倚仗 也可过得畅一些 皇上为姑母和臣妾思虑 臣妾万分感激 只是皇上也不必过分担心 事情总有解决的法子 如若艰难 皇上也不用太为难自己 朕知道了 朕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是 奴亲大人一得消息 就递话进来 让告诉您知道 大秦皇帝没留下任何处置 仅仁公 这麻烦就来了 说是张廷玉大人 先向皇上提议的 又有几位大臣陆续复议 张廷玉这老假伙 从来就把祖宗规矩 敌数尊卑看得比命还大 他要尊母后皇太后 那是防着哀家呢 张大人心里只有规矩 未必是存心跟您做的 哀家还能不知道 那帮老家伙 后宫势弱 前朝那帮老臣 在皇帝跟前 就会更有分量 可朝廷里 也不是只有张廷玉 一个人会说话 傅家 你去回话给纳亲 他知道该怎么做 是 太后 这事不是皇上说了算吗 您直接跟皇上说 您不愿意不就成了 当年选福尽 皇帝就没跟哀家一条心 如今这件事 咱们先别说话 哀家看看皇帝的心意 也瞧瞧到底有多少人 惦记着情人公那位 不愿意不得 歹伤 不愿意不得 不愿意不得 不愿意不得